小朋友要分院內跟院外 新學期開始 目前來說院內的有1800個左右 然後院外的就是社救濟站 每天供一餐的 那個是大概8、9千個 如果可能認識項禮的都知道 我們一向有幫韋光法師的沙美學院 是去求款 那其實他20個小朋友都這麼艱難 那何況韋禮法師現在說合起來 是萬幾萬個小朋友 剛剛有提到慧光法師 其實我們非常敬佩在尼伯爾社佛學院的慧光法師 因為他是確實做到的 不是只有紅法 而是傳法 因為他有佛學院 有三個學員建立尼伯爾的生團 這個才是真正的 讓佛教能夠流傳下去的 因為佛教要能夠永續流傳的就是 佛寶、法寶、身寶 三寶同時俱足 慧光法師很不容易 在尼伯爾佛學院已經成立了 而且他已經剃度大咪了 除了佩佛以外 更加的要祝福他 能夠把佛教長長久久流傳下去 這也是我們目前在非洲最大的部阻 我們只有喊口號 只有原地踏步 只有說好像還在蓄積能量 但是我們佛學院還沒建立 非洲生團還沒建立 這個是我們有待努力的地方 全世界幾乎都是開放解封 在整個ACC方面來說 過去三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馬來西亞的水陸法會都停辦了 中南亞的巡迴演出 跟台灣的巡迴演出都停辦了 已經有三年了 所以今年在水陸法會方面 馬來西亞是10月7號到14號 然後台灣是6月7號到14號 所以馬來西亞有一個水陸法會 台灣有一個水陸法會 巡迴演出呢 今年是馬米皮亞ACC單綱負責 今年的7月8月呢 會到東南亞做巡迴演出 由東南亞總監吳建峰居士負責 來策劃 然後台灣的巡迴演出 是在今年的12月 由台北ACC跟土錢教育基金 會負責來策劃 在香港呢 可能就是明年回馬米皮亞 之前呢經過香港到香港來跟所有的祝勇爸爸媽媽來見面 簡單的演出 大家有一個互動跟交流 順便借這個機會邀請大家有機會到非洲來奉茶 已經接到今年3月呢 新加坡ACC的議員團要到賴索托去了 在7月份呢香港ACC也預備組團到非洲去 去年12月呢我在東京的時候呢 東京ACC也倡議 他們要組團今年到非洲各ACC去 希望呢全球各ACC啊 每個人啦素食餐廳啦素食超級市場呢 想幫忙去推廣呢 那都可以是去跟菩提員去聯絡啦 總共配合 BGM 谢谢观看